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老百姓喝咖啡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focus on做咖啡,也就是brew coffee 一般的家庭里brew coffee都有这么几种方式 那么一种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高级的机器 然后用它来做咖啡 这种机器呢,基本上很多家庭都不具备,都没有 那么第二种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叫做咖啡的cup 这种就是用k cup的这种方式来做咖啡 那么它的这个k cup就是你去买这些一个一个小cup 那么这个小cup呢,你就是把它放到里边去 就是这个圆的这个放进去以后 然后盖上盖 然后in button,brew button就可以了 所以说那么它就可以就是brew 那根据你的size大小,你可以选择这个不同的size 就是不同的大小的杯子,然后来决定浓度 那么按一下就好了,那就等着咖啡就出来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现在很受年轻人欢迎 因为它不需要清理filter,用完以后拿掉就OK了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种cup呢,它的咖啡豆往往都是被固定的 都是生产厂家给你的咖啡豆 然后这个浓度呢,风味呢,也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你只能根据你的水,你的cup 你想要选择的大小来决定浓度 别的你都没办法选择,甚至咖啡豆也不能选择 所以说呢,这个就有这样一个不好 那么一般的讲究的人,他一般的不会用这种机器的 这种,还是喜欢用一些传统的方式去喝cup,咖啡 所以那么你看,他这个,完了以后 然后他的这个咖啡呢,就停了 停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用完了以后 然后你就把咖啡拿走 然后把这个,这个用过的这种cup取出来 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两个眼 那么通过这个眼呢,就是水就进去 然后冲掉了以后,漏下来 那么在这个,有一点concent就是说 它的这个小cup,它是用塑料做的 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危害 现在不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 好了,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用买一个这个过滤斗,漏斗 那么这个漏斗呢,底下有个盐 然后我们把这个漏斗呢,放到我们杯子上面 然后我们再放上filter,再加上coffee 我们加上coffee 然后我们再倒上水,倒上开水 这个有一个不好,就只能一做一杯 然后我们再做好的coffee 我们再加奶,加上奶 这样的话搅匀了以后 就一杯香浓的咖啡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有一个coffee machine 就是咖啡机器 加上咖啡机,然后咖啡机呢 它有就是我们直接就是打开盖 然后放上filter 然后放进这个coffee 然后再倒上凉水 然后这个机器呢,就自动的烧开水 然后把水冲到这个coffee里边 然后水,coffee就露出来 从底下露出 我们选择这个button 不如开始brew,开始做coffee就可以了 那么底下的这个杯子 它有保温的作用 就是底下有一个电炉板 然后它可以保温 这样的话,这一个大的一个cup里边 大概有六杯的话 都可以这个保温 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喝随时有coffee 可以,而且可以供应很多人 那么现在这个coffee就好了 我们可以取出 然后我们首先倒进去一些奶 然后我们再取出这个杯子 然后再倒到这个小杯里边 这样的话,一杯香浓的coffee就做好了 那么我喝coffee呢,我是不放糖的 我喜欢喝这个,甚至我不加奶有的时候 那么我喜欢喝黑咖啡 那么味道纯正 如果要加上糖或者加上奶以后呢 可能味道都已经改变了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有人喜欢放奶 因为放奶以后呢 你的这个奶,这个coffee呢 它就没有这么染牙齿 那么牙齿呢,就不会被染得很黑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一款 就防氮咖啡 那么这一个咖啡呢 就是说我们要加上一些 这个黄油和coconut oil 这样的话会让这个咖啡呢 含较多的油脂 那么这些油脂呢 就可以帮助你减肥 那么现在的这种叫防氮咖啡 那么这个防氮咖啡呢 现在在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减肥人士的 这个非常推重 非常喜欢的一种咖啡 叫做防氮咖啡 那么我们加上黄油 然后我们再加上 coconut oil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cinnamo 这个cinnamo呢 对稳定血糖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经常会加一点cinnamo 而且它还可以有调味的作用 非常香 然后我们再放在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 那么搅拌出来的就是非常 就像这个拿铃铁一样的那种咖啡 就出来了 好了 这样一个防氮咖啡就做好了 非常地香 非常地浓 好了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有关喝咖啡的故事 那么下一个喝咖啡的故事 我们将分别讲一下喝咖啡和喝茶的区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